包括我想讲的 就是刚才的 sorry 这个过度没过度好 算了我待会再讲 我其实想给大家讲一下单件模式 我应该是刚才 刚刚讲完我们的那个 讲Pending Internet的时候 跟大家讲的 刚才 这样我待会回过头来吧 我先把练完 但我回过头来讲 好 我们再往下看 那么我们先猜想 猜想他肯定会自己去生成这样一个视图 所以我们在下头一看 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些内容 像什么AdView Apply Clone 克隆 昨天我也讲过 你看到这个就想起这个原型模式 那么更加令我欣慰的是什么 它的构造函数 里面就有一些内容 传入它的包名 以及Layout的ID 传入Layout的ID有什么用呢 别忘了 它可是实现了Layout Inflator的 也就是说你传入这个ID了之后 它是不是会通过Inflator给它 实现成我们的一个View啊 好 那我们来试一下 那我们去找哪一个呢 我们新建一个吧 我们新建一个想要显示的内容 还是用Layout吧 这个叫Custom Layout 先给它放一个放一个 放一个进度条件 放一个进度条 那么再放一个按钮 这个进度条更改一下它的样式 这个还记得着吗 是不是这样子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偷点蓝 用它系统的 Android Style Progress 你看这些东西 其实大家都不需要去死进被的 这个对吧 怎么后面的又没了 总是 这个bug 我就觉得它这个编辑器 这个bug太恶心了 每次 你一敲这个 你看它后头就没了 你这个地方必须要给它分开 这个bug太恶心了 这样子 晾了 这后头也有一个 散的 嗯 其实我们拖上来它就有 espacio 让它这样子最大 按钮 OK 就这样一个视图 我们打算给它呈现出来 那么就给它拂一个 有一个remote views 第一个参数传入当前的包名 这个很简单 因为我们当前activity就有一个get package name降临方法 r.layout.pustomnotify 好 这样的我们的contentview就给它设置好了 大家要注意一点 我现在自定义了这块内容 那我原来这块内容是不是要去掉 就像我们昨天是不是 我们在做大二道的时候就冲突了 对吧 给它除销掉 激动人心的时刻 咦 咦 这个文章有点找问题吗 咦 这个地方也被删掉了 晕 好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来看一下我们自定义的这一块 应该给它射个进度 射个进度 好看 我们点一下 就算应该点custom 我都没用下那个按钮 咦 我们来看一下啊 错误在哪里 非法残属 上嘴呢 非法残属 震动非法了吗 震多了 我的牙发下面来 再看一下 再调一下 content的intent需要 哦 sorry 这个地方 跟我们刚刚这个震动 没什么关系 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定义的时候 大家看没有 我们通过这个方法去定义的时候 一方面是定义了 它的这个V的显示 Vu的显示 另外一方面 是不是还定义了一个这个 pending intent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实际上 这个地方我们要用两个属性去替代它 还有一个content的 intent 也要加上 对不对 这样我们就没问题了 这样就没问题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看 我们这个方法实际上是有两个东西的 这两个东西 它的实现实际上是不是也是他们呀 对吧 这个能看明白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效果 这样就没有问题了 所以大家遇到问题 这个是很正常的 包括我常常也会遇到问题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 不会去死尽被 或者你久了不练 都有可能会遗忘 但关键是方法 点一下 我们再看一下 需要一个震动权限 这个就跟我们震动那块有关 加上 他想要 他就给他吧 OK OK 嗯 可以分开写 那什么原因 看一下 我估计 我一直认为两种写法都可以 那它的这个 来看一下问题在哪 诶 上面这个也 也出问题了 它的属性名字有非法字符 哦 诶 删掉了呀 暗了呀 怪仔 bug 怎么还在非法字符呢 我已经删掉了 这也没错呀 怪仔 先这样保存一下 乱保存一下 再给它保存回来 然后再在下面 然后再在下面 多声明 在一行有多声明 前缀 关联 我看它的类型没有绑定 另外再来 原来 虽然 拼错了 哦 搞定了 拼错了 拼错了 太粗心了 好,再来。 呀,都已经一串了。 管他这么认同,反正我已经一串了。 我还不给他洗。 这我们点一下。 大家看,是不是效果就出来了。 这个就是我们自定义的。 当然你可以在上面放图片啊什么的东西。 好,这个就是我们notification的内容。 那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代码。 我们用pending intent的时候, 为什么要用get这些方法。 这里想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个模式。 叫我们的单件模式。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最典型的一个单件模式。 我们应该说是单件模式也是我们设计模式里最简单的一种。 意思就是往往就是什么呢? 往往有的时候我希望去控制你当前这个类的实力化的时候。 我就不希望对外公开你的构造函数。 而是通过一个方法去实力。 这个方法,某种情况下可能会用instance这样一个方法。 去返回你当前这个singtone这个类的实力。 这样子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控制它, 让它一直只有一个实力,对不对。 但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地方用get activity进行内容, 并不是为了控制它的实力数。 而是为了控制什么呢? 而是为了控制它的几种类型的不一样。 对吧? 所以我们就通过这样子来返回它的一个实力。 但这也是一个单件模式。 也是一个单件模式。 单件模式也是一个构造模式。 也是一个构造模式。 像后面还有一些什么行为模式啊, 组织模式啊那些。 好,这个就是我们notification的这样一个内容。 没有问题了吧? 好。 重点在于我们怎么样去建立我们的notification manager, 以及建立我们notification的这个对象。 在这个建立过程中一定不要去死精被。 以后你凡是见到, 哎,我要操作一个跟硬件相关的这样一块对象的时候。 你就记着去干嘛。 考虑一下get system service对不对? 就这样子。 大家可以去跟踪一下get system service。 它实际上最后掉的还是底层的东西。 这个拖动我就不讲了。 拖动是3.0之后的。 那我们下面说一下我们的样式和主题。 在样式的时候, 我们再定义一个样式啊。 我们以前也都用过, 包括我们之前用到看到的很多代码。 看到了很多代码, 包括我们看这个API demo里头, 都会有很多的样式。 我们随便看一个。 这个没有, 这个太简单了。 咋个复杂点的。 OK。 这个就是它的这样一个样式。 它是定义一个, 包括我们刚刚, 这个就跟我们刚刚用那个progress法一样的。 那么就定义它的这样一个样式。 这个样式, 以前我们都说是通过引用, 对不对? 那么这个引用的话是这样子。 那它如果用问号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没有找到它, 就用我们默认的。 它是这个意思啊。 所以什么时候用at符? at符是表示一定要去用它。 问号就是可能会找不到。 好。 那么用了样式有什么样的一个好处呢? 我们去联想一下我们的网页。 最典型的。 我们随便去进入到一个discuss论坛, 还记得吧。 我们在访问discuss论坛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换夫? 我们在操作一个论坛的时候, 比方说现在这个论坛是这样的一个浅灰色, 叫这样一套模板。 是不是我哪一天我可以通过换夫给它改成个绿色, 或者白色, 或者红色。 那么一下子要换就全部都换了。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希望得到的这样一个效果, 对不对? 所以呢, 今天就要跟大家去讲解一下, 怎么样来实现的这样一套样式。 另外再提出一些思考, 在我们商业系统中, 我们怎么样来使用这个样式, 能够系统的去规划。 还记得我们以前做网页是怎么做的。 我们以前做网页的时候, 设计出了这样一套界面, 我们切, 实现的时候是尽量不写死, 而是通过什么呢? HTML, 加CS文件, 对不对? 那么HTML是用来放什么? 放我们仕图的, 放一个一个的仕图。 CS文件是用来干嘛? 是用来定义仕图的颜色, 大小, 间距, margin, 留白, 宽, 高, 也就是说定义所有的, 跟我们仕图相关的一些外观属性, 是不是放在我们的CSS里面? 而且我们CSS还会把它进行组织。 组织好了, 最后我有两套CSS, 一套叫Green, 绿色, 一套叫Red, 红色。 我到时候在这个页面上面, 是不是统一, 我给它由绿色切换成红色, 这个皮肤就给更改了。 那我们在这里头, 我们跟仕图相关的操作, 是不是什么都不用动? 这个是不是也就遵循了我们软件设计的这样一个, 高聚合轻偶, 松偶合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概念。 更加方便我们去扩展。 将来你还可以再定义一套CSS, 是橙色的, 然后只需要在这更改一下配置文件就可以了, 对不对? 就这样一个概念。 那么我们的Android也是这样一个概念。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个一个的空间, 我们怎么样来定义。 我先建一个, 先建一个Layout。 这个Layout是我们的样式的。 我再新建一个Activity, 也是跟样式相关的一个Activity。